科師傅做不到那些事 他可以這樣把靈體收到自己的傷心 是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我都沒有 我都是想他自己親身打來講一下 如果那麼緊要 來自馬來西亞這位朋友 文字上提供仍然可以傳來 M1.0202在icloud.com 或者可以直接PM在我的Facebook裡面 剛才我不是說了那單血的問題 大家說 你流鼻血 流癌血都會有 但我告訴大家 出現剛才有血的那個枕頭 不是他睡的那個枕頭 完全跟他睡的那個枕頭沒有關係 他是放在左邊 他自己睡的那個是沒有事的 那這件事 來龍去嘛是怎樣 在我們第三節就會聽到的 好了 免費時段就到此為止 想聽下去自己 就是去介入 立刻聽到 用你的方式去處理 打電話來問我同事都可以的 如果不懂得搞 98844 989 好了 那兩位嘉賓仍然在這裏 就說 樹藝斯三苗 還有你的好朋友 阿發肯在這裏 你好 那我們先聽個電話 這個叫做Wing Hello Wing 你好 還有兩位嘉賓 大家招呼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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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分享一個舊同事的經歷 是2010年發生的 一晚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我兒子應該有問題 我說有什麼問題 他說現在呢 你聽不聽到 在電話上 聽到 爸爸還用很空的聲調 應該是用一些東西打進去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可不可以立刻過來 我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是不是有東西上了身呢 我說有什麼 我說有什麼 我說我沒有直接接觸過 直接接觸過 我自己本身接觸就試過 見過、聽過都有 但是我沒有試過這樣 他說這樣情形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不知道 他的兒子還有兩天 就要回外國讀書 應該是暑假的時候 他說突然間 其實這兩天已經開始不舒服了 今晚疫情正在炸燒 因為他爸爸慢慢練氣功的也有 他就想用一些氣功 看看怎樣幫他逼 或者看他有什麼事 他說有鼓力打回頭 然後就胡言亂語 就好像神智不清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是密宗的 那時候他說 他說他用了我給他的金剛繩 因為師傅結他的金剛繩 他就看到這樣的情形 把他的手和腳全部綁住了 還有用了 因為他剛剛搬了新屋 其實是大埔近山頂花園那裡 他們是一家人 分了三等 有一座就黏在一起 另一座就獨立 是幾磅人這樣住 他就剛剛新搬進去 我那時候就送了一些 我師傅親自結的 用那些七色蝦白 結了一個 我不知道你見過沒有 還可以掉在那裡 其實一時一時多 我就住在粉嶺那裡 馬上召喚 那晚上拿着很快的雨 其實我唯一帶到的東西 就是一些加磁水 一些白藥 和一些蛇利香 我就帶了一隻 因為我本身是密宗的 我就帶了一隻光碟 是印度的大埔法王 他剛剛是出了CPU 我問你家裡有沒有CD機 他說有 他的房間有 立即播放嗎 是的 我打算可以播放 其實他也有個力量 我就帶了幾樣東西過去 乘的士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你快點進入主題 因為周邊的東西 明白的 然後他媽媽在等著我 上去 他就躺在床上 他就好像很辛苦 我就問他 你認不認得我 他說認得 然後他就好像轉了另一個通 但依然是他的聲音 然後我說我很辛苦 你說你是誰 他就一直在那裡說 我是誰 我問他你是誰 抓住他的手 他就 扼盆托出他自己是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不在 怎樣死 發生過什麼事 為什麼會去到這個 小朋友的身體 其實這個小朋友 兩天後就要離開香港 回去讀書 他就跟他的女朋友 連續去了兩天 就經過朗浩坊 他第二天 當晚才上去 他說他覺得他很像這個女孩 他覺得這個男孩很好 覺得他的家人很好 即是說你意思 這對情侶 就去了朗浩坊逛街 那女靈體就看對 他覺得自己很像他 於是就上去這個男孩 那這個女靈體是怎樣死的 這個女靈體 我抓住他的手 爸爸就寫了 他叫什麼名字 說了什麼名字 他是16歲的時候不在 怎樣死 因為他爸爸 就賣了他去做妓女 他很辛苦 他就吸毒 他就打針吸毒 他就太辛苦了 那時候朗浩坊前身 有很多舊的唐柳 他說 我是某一陣的唐柳 自己打針 哦 他直接這麼細緻地說出來 是 嘩 那就難得 他說了他的名字 他幾多歲 不在 他很細緻地說出來 我便問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 他說 我覺得這個家人很幸福 我很想擁有 我很想這樣 他就見到這個男孩 牽著這個女孩 他覺得很像這個女孩 我還不想他去世 但是呢 我問他 那你想怎樣 他說 其實我很想走 但是我走不到 他就說過 曾經有一個 他遇到一個人 是一個 駕駛車的年輕人 說肯幫他 但是呢 始終都幫不到他 他就 依然就流離了在街上 那裡 那我自己又八卦 就問 其實你平日這樣怎樣 他說 我平日躲在騎樓底 我說有陽光的 他說他會躲得很入 他說晚上他有時候 不夠膽出來 因為他會見到其他 靈體的 他說 會欺負他 他說得很細緻 那我說 你想不想我幫你 他說你幫不到我 我們燒了一些香 是 播了一隻碟 他說很舒服 他說見到那些香 是七色的上來 是 對於他來說 很舒服 那我覺得我都幫不到 那我就 立刻就找一個師兄 剛好那個師兄又聽到電話 嗯 他說你可不可以過來幫他 那時候已經十二點多了 那他就住在另外一區 是 那這個爸爸就 拿著 他說沒有辦法 大家都不懂 拿著電話 他唯有拿著 那這部車 都很遠的 由大埔去到馬鞍山那邊 是 那就若見 那晚很大雨 我師兄說 過來的時候 他說 他坐去 他更加大了一些 更厲害的東西 因為他收了發整幾十年 那他就 他說坐了他那部車 好像那些 好像上車那樣 好像飄的那部車 他知道他自己的心 其實都 我告訴你都沒有管 他說他的心 因為那些車子飄得很厲害 好的 那 good 現在去到他的房子 他馬上再用她的 Emma adjustments 叫我馬上游到等樓 那他戳掉 那最後又怎樣 可以送他投降到他 他肯不肯走 因為他說他不懂走 他不是不想走 他想走了 他說我想走 我沒讀 因為我們用上一項金剛柠幫他 他說 哦 因為我先和師兄商量 我跟師兄 Bueno 他說我一定能幫到你,他說你幫不到我,我很想 我說我們有方法幫你,他說你不要走 我說我們既然有緣,我也想幫你 我們決定第二天就帶去另一個密宗中心,立即幫他 在這段期間,其實這是挺好的靈體 他一直說,其實你知不知你的房子還有兩個靈體 他這樣說,然後他惡了言,我說不是啊 他說有一個女靈體穿紫色衣服,在旁邊的房子 因為他一等樓是黏住的,那些村屋樓梯是黏住的 他說你會常常聽到的,有些高跟鞋聲 他們在想,我們看電視,樓梯為什麼會咀咀咀咀咀咀聲 7、8、8、9時已經聽到咀咀咀咀咀咀聲 他們都感到很奇怪,他說已經持續了很久了 他們住村屋不會穿高跟鞋走上走下,他們是赤腳的 他說靈體會進去另外親戚的位置,他說會去他的房間看另外親戚的子女 但他進不去,因為那時候我給了金剛繩,他只是在房間站在那裡,只能到房門看著 好,因為時間關係了,我想知道就送走了他了,罪障於他肯走,送走到他了 最終他是在中心那裡,我們念經,然後我們答應他,跟他擺一個位置是永久的 好,好,好 所以他獲得結束了 而他那裡的房間原來有其他靈體也請走了 還有一個… 夠了,夠了,因為時間關係,很快就要輪到,最後他也清走了嗎 最後是清走了的,我們就跟他安放了一個位置,放在地藏王菩薩旁邊 好,不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但我覺得這件事都很精彩的,其實凌駕也不是全部害人的,這個都挺好的 非常之好,很慈悲,我覺得他也說了他還發生什麼,因為房子還有另外兩個,最後就請了中心的喇嘛 都幫了他 我覺得很少靈界可以這麼清楚,你們有沒有試過? 我們通常都不會問到這麼精準的事情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就跟她說 如果你離開,你不離開,我們都會用法門去搶走 很少會問到她又怎樣寫又知道 又少一點 少一點,不過她們都很慈悲 不過可能她剛才說,因為師傅未來時,她已經上身了 她又懂這些法,不如當作玩蝶仙 不如當作玩蝶仙,不如當作玩蝶仙 而且我們未必那麼容易可以在街上撞到,也能上身 是啊,這樣,不是那麼容易 未必那麼容易,除非那個人真的很黑 剛剛我們吃飯,我都說了一件怪事給你聽 上兩個星期我回到台灣 我跟朋友一起吃完飯,在中校東路附近 我們上另一輛的士,打算繼續去其他地方吃飯和聊天 那我的士司機突然跟我說 那裡有個女人瘋了身,很久了 那個手袋飛了很遠,不如過去幫幫她 我看不到她 那我一看,有個女人垂下,不動的 在路邊 在路邊,站在那裡 整個頭都瘋到她的膝蓋了 那時候我們就出於好心,去幫她 小姐沒事吧,她不回答我們 大概拍了她五分鐘左右 即是拍了她五分鐘? 不是,拍了她的膝蓋 拍了她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左右 小姐,你沒事吧,不用幫你 即是一路都五分鐘沒有理過 哇,你們這麼好事 突然間,她有一刻醒了 突然垂下頭,一瞬間 看著呆呆地 哇,她跟我們說 我問你什麼事 有沒有吃過藥,有沒有喝過酒 她說,我剛剛上了天堂 她跟我說 她說,我覺得自己上了天堂 我說,不如我們幫她叫救護車 我叫電腦的朋友叫救護車 打完電話,跌倒地下 我們再問她有沒有事 即是害怕她受傷 有一刻她醒了 她說,我沒事了,你不用幫我 我們叫救護員來 救護員來,我們通過了給她 接著我就發電話給法潛樓 說,我遇到這樣的事 她跟我說,很簡單 她說,每天有人做到的事 你已經做了 那些恩怨自己去處理 我們通常不會主動加入別人 對,除非她自己要求求助 對,一定是她求助 對,不然你就插手她的恩怨稱仇 那些靈界就會找你 對,沒錯 那這件事,可能會不會她本身 她短片喝大了 她沒有酒味 不是的 她說她自己上了天堂 她說她自己上了天堂 我幫她收拾地下的手機 我看到她應該有信教 有個十字架 那她無緣無故在街上身 有機會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就問法潛 我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或者我應該走還是怎樣 那你剛才說那件事 逛逛逛逛逛逛 那不是不可能的 少一點 對,說真的不會那麼容易 但是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剛好又說這件事 是吧 嘩 這樣 好,大家都是聰明一點做人 我覺得不要亂做嫁良 一來是 你說得對 一定是 你說得對 但是她找得到你 一定是你欠了她的東西 對不對 恩果 恩果報應 這些都是這樣 好,我們先聽到我的電話 這個叫Jay Hello,Jay Jay,你好 你好 還有兩位嘉賓 Samuel和發乾 你好 Hello 好,Jay 沒有,我想… 我知道你是誰 是的 我稍後再說你的身份 好 接著想聽一下 突然想起小時候的一些經歷 我想分享自己一個 很小時候幼稚園時候的經歷 好 好的 嗯 從頭開始這樣說 是的,因為剛才你跟外面同事說 正式你 是 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是住康山的 嗯 嗯 康山都出名 比較… 就是… 比較猛一點 這樣 我小時候住康山 那時候大約四五歲的時候 就準備要由康山搬去清水灣 嗯 嗯 那… 臨搬屋之前呢 家裡就發生了幾件怪事 嗯 有一天我就… 放了學 那我就跟朋友在樓下的公園那裡玩 那玩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救護車來到啦 嗯 我們那時候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啊 就嘩! 冰褲車啊 那後來呢 我朋友的工人姐姐呢 就很趕急地走過來 就接奏了我朋友 嗯 原來我朋友的婆婆就是浪衫的時候 就墮樓 嗯 就出了事啦 哦 那… 那時候小時候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啊 家人也有帶我去做什麼 心理評估啊 等等 都沒什麼的 嗯 之後後來呢 呃… 呃… 我媽就發夢 那我媽是呃… 呃… 她發的那些夢是很靈的 就是她經常發夢 可能會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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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經常發一些惡夢的時候 都是有些事情 嗯 那她有一次她就發夢啦 那她就見到呢 她在她自己的睡房 出房門的時候呢 就見到有個靈體 站在走廊上 嗯 那…呃… 她就說 那她就罵那個靈體 那她就說 欸你不可以在這裡的啊 呃… 你快點離開這裡 這裡不是一個你可以在這裡 倒樓的地方來的 嗯 但是那個靈體就沒有走到 就反而就飄了在我的房間裡 嗯 那然後呢 呃… 那她就集醒了 那她覺得我就是惡夢 沒什麼事情都沒有為意 那然後就直到 有一天呢 我又是放學 回到家裡 那就在家裡看著電視 嗯 那我們那個飯廳 我那時候坐在客廳 那飯廳是在旁邊的 那飯廳呢 那飯廳呢 我們呃… 有一個很高的書櫃 書櫃上面有一個雀籠 嗯 那我雀籠以前就養了兩采風的 那我就看著電視 那我沒有為意 然後突然間就聽到 有一把男人的聲音 那就說 你是誰啊 那樣 那我就轉過去看了 然後就看到一個… 那在雀籠裡面呢 有一個… 一坨好像… 泥漿那樣的東西 藍綠色的 嗯 然後就在那個泥漿那裡浮了 那男人的樣子出來 在那個雀籠裡面? 不古怪? 嗯 在那個雀籠裡面 有一坨泥漿 是很科幻片的 是啊 很…很… 就是… 那坨泥漿好像是… 是垂直的 嗯 是垂直的 然後就在那個泥漿裡面 就像那個男人的樣子出來 在那個雀籠裡面 嗯 一個人頭 然後就問他是誰 那我小時候 因為… 四五歲的時候 完全甚麼都不懂 那我就說 我住在那裡 那你是誰啊 嗯 然後那個… 人頭呢 就開始… 不知道在那裡說些甚麼 嗯 然後我就叫了高人姐姐 我叫姐姐姐姐 你看一下 我就指著書架 嗯 然後那個姐姐看到 她就… 快走呀快走呀 然後她就抱走了我 即她也看到 然後… 她就馬上拔我走 離開家 嗯 搭聶落樓下公園 然後到我再記得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是… 晚上呢 爸爸媽媽已經回家了 那… 嗯 以我的推測呢 那時候應該就是 姐姐就帶了我 下樓 然後就一直等到我爸爸媽媽 下班回來 才夠膽再回家了 那這個男人是甚麼人來的 最後都不知道 沒有去…沒有去深究 但是自此之後呢 那我媽… 因為我媽媽是信佛教的 嗯 然後自此之後呢 我媽呢 就會… 嗯 在家門口啦 還有每一間房的房門 門框上面呢 都貼一些… 好像… 嗯… 一些… 金色的牌子 嗯 嗯 是啊 應該是一些符來的 嗯 嗯 OK 這就是小朋友的經驗 是啊 很多… 就是一直以來她們都說 哎呀你發夢而已 你… 哎呀你小時候啊 不記得啊你那時候發夢而已 嗯 那到這一兩年呢 我再… 有一天無意間再拿回這件事出來說 她才說 哎呀其實這件事真的有發生過的 那她還跟我說 哎呀那時候就是你那個朋友的婆婆 就是掉落街那一陣子 然後我還發出過暗毛 哦就是兩件事沒有關係而已 是啊是啊 就是那個婆婆也都不是那個 她夢裡面的靈體 也都不是我家裡出現的那個男人的頭 嗯 但是就三件事呢發生的時間點是很近的 但是… 都是就是搬屋的時候 哦 但是你說康山很猛嗎 我又真的沒有太聽過 真的 我真的… 不是的嗎 我一直以來都是聽到康山很猛 是嗎 因為我們搬走了之後 不久就發生洪水沖走了一個小朋友的事情 哦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我又不知道 嗯嗯嗯嗯 哦 即是太古上面的康山那個位嗎 是嗎 是南風新村 對上 是康景花縣我以前住 哦 OK 這件事就是小朋友的事情了 但是我知道 你原來也做過一些幕前主持的 是嗎 我不是的 做一些節目的嘉賓 哦 OK 你經常到處走的是不是 去一些什麼 旅行等等 是嗎 做一些主持 要出差 要出差 要旅行 哦 OK 因為 好像最近在ViuTV節目見到你 是嗎 是啊 哦 做嘉賓的 沒錯 說什麼的 說一下去旅行 說一下去韓國旅行 首爾富山 首爾近郊 然後有一個就是跟貓貓去露營的節目 哦 什麼節目來的 讓大家去看一下 說很多節目的名字嗎 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沒有問題的 有 晚春非自由 還有 晚春 咩咩咩咩 哦 好啊 看完我的總有一瓣 看了之後 都可以看完這個節目 當然是 還有一個 是馬安山公路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去聽 不如我們 索約重賽 找你 正常去談 有機會的話 好啊 好嗎 下次見 好嗎 沒問題 那再跟他聯絡 好啊 謝謝 拜拜 有沒有聽過 康山 你們熟不熟 我不熟 我們比較少聽 熟 因為我以前在太古上班 我也在太古上班 我很少聽康山 知道這個地方 不知道是否 是啊 我們比較少聽 這個地方 有什麼怪事 就少一點 偷問回應一下 好了 回來之後 就會找回我今次 在內地方面 一位朋友 一位導遊 說回他 究竟在哪個地方 哪間酒店 出現這麼古怪的鮮血枕頭事件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不是這麼簡單 聽他下去就知道了 好了 回來我們再繼續 第三節再見 潘小松 恐怖在線